大家好,我是珍妮,一个正在学习中文的加拿大女孩 请在弹幕里告诉我,今天我的中文进步了吗? 我去中国的时候,我发现了很多事情跟北美不一样 有很明显的东西,比如说文化 但是有的事情让我感觉很出惊 然后让我想一想,如果加拿大有这样的东西 哇, it would be incredible 我不是说我不喜欢加拿大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就想铁出中国的部分太好了 所以今天我会有五个东西的东西,那是超级的 那是加拿大并没有的,或者我希望它有的 我最喜欢的事情之一就是 去不同的城市很容易 中国的高铁可能是最好的发展 那我在哈尔滨学习的时候 我可以从哈尔滨到很多不同的城市 比如说盛阳,长春,大清,本西什么的 我去很多很多地方 因为高铁让旅行特别容易 在加拿大,如果你想去旅行 你需要坐飞机或者开车 在夏天的时候,我很喜欢去罗基山脉,爬山 但是离我的城市,你需要四个小时开车 所以有点远 但是如果我们有高铁,可能只需要一个小时 十五分钟 但是我们没有高铁 因为高铁的事情 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可以去很多很多地方 而且高铁的过程很简单 就是购买了计划 然后使用它 然后去那里 甚至外国人都可以用高铁 第二个我自己没有用过 但是我很喜欢这个主意 其实我不知道怎么用中文说 可能是自行车共享 就是对吗? 加拿大有一些城市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的城市没有 加拿大的冬天太长了 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的人口也有点少 Compared to China 实际上很多城市没有自行车道 在加拿大很多餐厅,学校,超市,好玩的地方都很远 所以可能开车是比较方便 但是因为中国的情况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自行车 功享很合适中国 第三个也是关于交通 就是地铁 我觉得在加拿大每个城市有不一样的地铁系统 我们的地铁要不很慢 要不不方便 或者我们就没有 在中国,地铁有很多很多地铁线律 然后你不要等太久 另外,中国的地铁很快 所以我非常爱中国地铁 我的城市有两条地铁线律 我根本不能用地铁在我的城市 因为我的家不是在地铁的路上 幸好,我的城市有预计的预计 但是我认为我们的地铁线律 甚至我们的地铁线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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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文革化和多伦多的地铁 是比较好的 第四个是街边小吃 我觉得中国非常特别 因为你们有这样的菜 我们没有街边小吃 但是夏天的时候 我们会有很多很多 food trucks 所以在festivals或者 different events 很多餐厅会有一个车 然后买菜 你也可以吃美式食物 西式食物,日式食物, fast food 健康食物,饭食物 还有很多好处的东西 非常好处的 但是可能这个夏天 我们全部的活动都被取消了 因为已经凶了 因为已经凶了 非常非常多的选择 然后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非常好吃 Oh my god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我很想中国 我很想吃街边小吃 但是我也很感谢夏天的时候 然后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有一个差不多的经验 with those food trucks 我很喜欢吃东西 可能最后的是最大的 我可能可以制作一个完整的视频 来说明为什么北美需要一个像微信的软件 微信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软件 我觉得你可以跟朋友们聊天 You can make posts 付钱 然后买票买东西 什么都能做 我觉得挺有用的 这么多风啊 我觉得马上会下雨 那在这里我们有很多软件 可以做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有Facebook 你可以跟别人聊天 然后Instagram make posts 和跟别人聊天 然后bankapps 所以你可以付钱 我们没有一个软件 可以做所有的 like WeChat 在这里我们习惯了这样的过程 但是我还觉得微信太棒了 可能有一天我们也会用微信 or something like it anyway anyway 那我觉得马上会下雨 所以我先走了 那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赞和关注我哦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 大家好 我是Junny一个正在学习中文的加拿大女孩 那今天我会告诉你们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 什么样的事情让我很吃惊 我有好多好多事情我想跟你们说 所以我们马上开始吧 去年我去了住海 教英语 然后我跟一个host family一起住 那个host family有两个孩子 OK 我跟他们一起住的时候 我发现了中国孩子很晚学习 在加拿大下午三点我们下课 然后可以出去玩 但是在中国下课以后他们去英文课或者联系弹钢琴 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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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会做他们的作业什么的 他们一直在学习 我记得有一次我晚上九点回家 果然这两个孩子还在学习 很厉害 下一个事情让我很开心 在中国你很晚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在北京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很累 所以我们去了一个公园 广广 我们觉得啊 现在很晚 可能没有那么多人 但是有很多很多人 他们在外面跳舞 唱歌 但是这只是一个公园 还有好多好多地方 你可以去买菜 或者night markets 可以买这边小吃 这样的地方 我觉得中国晚上是最活泼的 对 OK 下一点可能有点随机的 OK 就是星巴克的饮料的价格很贵 为什么这么贵 我可以去旁边的拿茶店 然后买一个更便宜的饮料 OK 为什么星巴克的饮料这么贵 其实我觉得是跟北美一样的价格 但是在中国很多东西更便宜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星巴克的饮料是一样的价格 反正我比较喜欢奶茶 下一点是关于历史的事情 我觉得在中国了解历史是如此有趣 然后很容易达到的 Does that make sense 博物馆都免费进去 然后文物陈列 让了解这些东西的历史很容易 我在东北的时候 我在哈尔滨 深阳和长春 这些地方都来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中国历史监视 我和我的朋友很好奇这个监视 所以我们两个很开心可以去这些博物馆 因为是免费的 然后每个display有英文 所以我们都可以明白 下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 OK 为什么在中国的方便店 你们有好多好多饮料的选择 有豆浆 有果汁 有奶茶 有牛奶 有水 有水跟不同的味道 然后你们只有很多很多好喝的饮料 为什么我们没有 我记得我在广州的时候 我大概每天会喝维他奶 普通的味道的维他奶 嗯 其实这让我很开心 我觉得亚洲每一个国家有好喝的饮料 但是在这里我们只有pop and soda 有好多糖 但是在中国 oh my god 每天可以喝不同的饮料 很开心 下一点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我觉得如果你去一个买衣服的商店 或者一个 地上 商场 地下 地下 就是关于讨价还价的事情 如果你是外国人 那这个商店的老板会给你一个更高的价格 但是因为我是外国人我不知道这个东西 is worth how much 但是我也不想说这是不公平的 就是我不喜欢这个事实 就是中国人可以买东西更便宜的 但是我也知道在加拿大我们的经济跟中国不太一样对吗 所以如果我不知道我付更多钱 那没关系 就不告诉我 谢谢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所以这边呢告诉大家 汪汪水神维生性电解刺身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还原成水温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环保 要跟病毒共存必须要长期抗战 大家赶快来到快点购 入雅婷的推荐代码CTI999 就能够享有折扣优惠